來開始喔 這個題目呢 它的特徵就是說 我們的地回項之間 只有用乘法去相連 對吧 你看 後項跟前項之間是用乘號做連接 那如果用乘號做連接 我們把它歸類成 累乘法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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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始囉 你要求的一樣是一般像an 你要求的是an 可是這裡寫an加1 我覺得用起來有點不好用 所以呢 我會做一個稍微的調整 先把這個項再寫一次 an 會等於2的 n-1次方 再乘上an-1 像這個樣子 把它改寫成這樣子 好 好 那這個時候我們要求的 是我們這個an的項 用n跟數字來表示 那怎麼往下寫呢 那怎麼往下寫呢 這個時候啊 這個 an-1 等於這樣寫 那下一項的an-1 可以怎麼寫 你去觀察這個項跟項之間的關係 你看 這個an-1 跟這裡是差一項 那這個2的an-1次方的n-1 跟右下角的n-1是一樣的 所以說來 an-1 應該可以少一項的寫 2的 n-2次 再乘上a的n-2次 那一樣 a的n-2 可以寫成2的 n-3次 乘以a的 n-3 到這裡 繼續往下寫的話 這個式子 可以把它寫成 a2 等於 2的 一次方 乘上a1 那a1 1 我們這個數列就一路的展開到 a2跟a1這個項 那接下來我們怎麼算呢 你說老師 等號左右邊都有an-1 都有an-2 我們是不是只要把它們消掉就可以了 那你要怎麼消 你要怎麼消 你這個時候可以用相加的消嗎 答案是不行 為什麼不能用相加去消 最主要的原因是因為 左右邊的 an-1這個項 有一樣多嗎 沒有一樣多耶 一個有2的n-1次方這麼多個 一邊只有一個 所以你如果用相加的過程 左右是消不掉 是不行的 因為這裡不一樣多 那既然不一樣多 你要怎麼化解 我們發現 這兩個題目的每一個項 基本上他的特徵都是用乘號去做連結 所以呢 接下來我們用相乘去處理我們的問題 那在相乘的時候你會發現 等號的左邊有an 有an-1 一直到a2 用乘的 等號的右邊也有an-1 也有an-2 一直到a2 右邊也有a2 還有一個a1 那這個時候呢 你會發現 全部左右邊都是用乘號去連結 所以an-1可以消掉 一直消消消消消到a2 這個式子的概念我們直接寫在上面 所以如果我們左右邊都用乘號連結的時候 這時an-1 左右邊在乘的裡面都有 an-2左右邊也有 an-3也有 一路到a2都有 所以最後的答案 這個a2 an 可以怎麼寫 他可以寫成2的n-1次 再乘上2的n-2次 一路乘乘到2的2次 再乘上2的1次 最後一項 有一個叫a1 a1就是1 到這OK嗎 好 好 那寫到這邊以後呢 寫到這邊以後你會發現 這個 A1的1我用這個 藍色的筆把它標示一下 A1是我們這個1 那接下來呢 我們的一般項 基本上不喜歡這些點點點 所以我們要把這個項合併起來就好了 怎麼合併呢 基本上來說底數都是2 所以相乘等次方相加 他可以寫成2的 n-1 加n-2 一直加到1 然後呢 再乘上1 1加到n-1 基本上會有n-1向 所以上面 我們利用等差的關係 上面可以寫成 2分之 上底 加下底 乘以像素 n-1 再乘以1 這個就是我們an的答案 這個就是我們an的答案 所以從這邊我們知道 如果等號的 這個 這個地回式的左右邊 用乘號連接的話 我們講這個是一個 壘成的問題 那壘成的問題怎麼處理 壘成 就用成法去把它相消 那加 壘加 就用加法把它相消 這個是我們在化解 地回的兩個方法 一個叫壘加法 一個叫壘成法 好 那再來我們往下 接下來我們要處理一個 這個 混合型的問題 混合型的問題要怎麼處理呢 你看這個式子 他的特徵變得有點奇怪 第一個 首相為壘 他還有跟你講 an等於兩倍的an-1 在-3 你會發現這個式子很特別的是 他有 相乘的特徵 他也有相加減的特徵 同時有相乘跟相加減 我們就叫他 混合型的問題 混合型的問題 那這個混合型的問題 我們先講一下他的速解 這個 第一件事情 這混合型 他有個比較久的做法 我想你們老師有的人會補充 首先先把它化成壘成 再把它用壘成法去處理問題 但是這一種 他有一個速解 速解叫做特徵方程式法 我們這個式子 他有乘以2 也有加減 對不對 他有乘以2 也有加加減減 所以呢 特徵方程式法 基本上就是說 你有觀察到他的特徵 那你就先假定他解的形式吧 那我既然有看到乘以2 跟加減數字 我確定 an 這個一般相 就是alpha 乘以2的n次方加貝塔 那你要 只要有辦法 把alpha貝塔 算出來 你只要有辦法 把alpha貝塔 算出來 那這個時候 我們一般相 就出現了 這OK嗎 alpha貝塔是什麼 alpha貝塔是兩個位置數 同學 哎 哦 林廷慧 哎 Hello 廷慧 廷慧跟廷慧嗎 是嗎 嗨 這個 我們就是先稍微的講一下這個混合型 等我一下喔 剛有加進來的新小孩 嗨 這個 稍等我 停雨 這有上過嗎 上過嗎 問 問 問 合 性 的 問題 好 那像這樣子的問題 我們通常會利用特徵方程式去處理 去假設 an 我們的一般相 叫做alpha乘以2的n次方加貝塔 那因為我們有一直有乘以2 這個2的an-1這個相 還有加減數字 所以我們去假設 他跟2的n次方有關 再加上某一些數字 那這時候只要解出alpha貝塔就是我們的答案 那怎麼解alpha貝塔其實也沒有很難 兩個位置數 要去找兩個條件 所以我們來看 根據題目 對這個題目來說 A1 等於1 那A2等於幾呢 A2就是2 乘以A1-3 算出來加負1 所以這時候我們來帶進去算吧 來 A1等於alpha乘以2的一次方加貝塔 以n為位置數 這時候等於1 A2等於alpha乘以2的2次 加貝塔 等於負1 那你稍微算一算 就可以把alpha貝塔算出來 那經過計算一下 4-2 alpha就等於負1 那貝塔 就等於3 所以我們寫完以後呢 就很明顯的知道 an 可以寫成負的 2的n次方 再加3 這個就叫做特徵方程式法 那這個東西 也沒有很常出現 那只是如果出現的話 我們可以這樣去做整理 好 OK 大概是這個樣子 尤漢尤漢尤漢 尤漢尤漢 你們老師有講這個東西嗎 講這類型的問題嗎 我們幫從第2章開始叫 蛤 什麼意思 我們先上第2單人 你說先上級數嗎 不是不是不是 那個叫什麼 數據分析 蛤 蛤 蛤 那那廷均你們是從數據分析嗎 還是從這個地方開始講 我們就是從頭教 從頭教 那你們有講到這裡了嗎 還是第1節教完了 我們我們交到2 不不不1至2結束 1至2結束了 蛤 OKOK 好那同學我們來加快一點喔 不好意思 你們老師怎麼教那麼快啊 他就一直上課嗎 沒有寫作業或什麼嗎 有啊 他講很快 就本來就講很快 那現在有講更快嗎 超快的 對啊 我覺得他應該都有講 他全部都有講 OK OK 好 好 那我們就趕快趕一下進度 那如果你們有問題的話就再多問一下 第4個叫觀察法 什麼叫觀察法 就是我們 多寫幾項湊答案 基本上來說不是累加 不是累加 不是累加 不是累成 也不是混合型的 我們就是一個個代音去觀察就好了 那這裡有兩個很經典的問題要來 他說如果數列an滿足a1是7分之1 a2是7分之3 而且呢 an加1等於這個數字 我們要去算a101-a100是多少 同學我們稍微的加快一點點 加快一點點 那這時候我們來看一下 既然我們不知道怎麼觀察這個問題 我們就一個個先寫 好不好 來 首先 a3是多少 a3 就可以寫成 2分之7的 a2 再乘1-a2 對不對 那他是多少 這時候會變成 2分之7乘上7分之3 乘上7分之4 該約的約約叫做7分之6 那a4等於幾 2分之7乘以a3 1-a3 也就是2分之7乘以7分之6 再乘以1-7分之6 7分之1 該約的約約又變回了7分之3 你有沒有發現有一個很有趣的現象 你用7分之3代入去的時候會得到7分之6 你用7分之6代入去的時候會得到7分之3 所以這個數字就會在這兩個裡面跑動 基本上來說不是累加不是累成不是混合 你就一個個代入去觀察 那寫完以後你就很明顯啦 對不對 喔 從這邊你就會發現 你如果是基數項 是可以算出7分之6 如果你是偶數項 是不是可以算出7分之3 所以這裡 A7 等於7分之6 A偶 等於7分之3 所以呢 我們這時候A101 減掉A100 就等於7分之6 減掉7分之3 算出來就要7分之3 像這個樣子 好 好 那我們繼續往下 第二小題 這個題目也是很經典 A1等於1 An等於這樣 n大於等於2 那我們要去把一般項寫出來 要把一般項寫出來 那這時候怎麼做呢 就一個一個代吧 A1等於1 那A2等於幾 4倍的A1 3倍的A1 減1減1 算出來叫做3分之2 A3等於3倍的A2減1 除上4倍的A2減1 等於 3乘上3分之2減1 分母是4乘上3分之2減1 上下同乘以3 叫做6減3 下面是8減3是5 A1等於1 A2等於3分之2 A3等於5分之3 那你很明顯的可以看到 這個 2跟2一樣 3跟3一樣 所以你可以猜A4 A4等於幾 下面應該是7吧 喔 所以依此類推 你從 像這種醜醜的式子裡面 一個一個帶就可以找到規律了 所以AN你覺得會怎樣怎樣 上面跟這個圖標應該是一樣 那下面是不是應該是他的基數2倍減1 我們就可以去猜測出他的結果 那因為你們數學歸納法都有學過了 那基本上來說這個東西的證明就是用數學歸納法去證 這樣OK嗎 應該沒什麼大問題就一個個帶去找規律 那再來我們繼續 我們來看一下接下來的應用問題 他說一個邊長為N的大正方形中 總共有N平方個單位正方形 N平方個單位正方形 如果每個單位正方形的邊都恰有一根火柴棒 那這時候大正方形用N跟火柴棒 我們要去算的是 AN加1-AN 等於多少 那基本上來說像這種問題 你就要去看 後項跟前項之間的變化 很明顯 AN加1比較大 AN比較小 所以比較這兩項的時候你要去觀察這個後項跟前項的這個變化 然後才寫 一個個看吧 首先 N等於1的時候 邊長為1的正方形用四個 A1等於4 來 再來N等於2 邊長為2的正方形 是除了原本的正方形以外 額外增加了 3 4 5 6 5 6 7 8 9 10 11 12 你從這個圖就可以看到 A2 等於4加8 叫做12 那這時候如果N等於3呢 原本的圖形有12根 再來往下 131415161718 192021222324 所以啊我們的A3 第三個圖 等於 原本的12 加12 算起來叫24 從這邊你應該就會感覺他之間有關聯性 A2加的是4乘以2 A3加的是4乘以3 A4單加的是4乘以4 你們可以去觀察一下 所以從這邊 我們可以去把他一般向找到了 首先第一項等於4 最一開始 為4 接下來 我們如果要寫第回的話 後項 等於前項 加上 4乘以N 你看 你看這個4乘以2的2的主標 跟這A2的2是一樣 3跟這個3是一樣 所以你就會發現我們的第回向 AN 可以寫成AN-1加上4N 那我們要去算的是 AN加1-AN 把N用N加1代 就可以得到 AN加1 就等於AN加上4倍的N加1 把它移向過去以後就可以得到到4倍的N加1的結果 到這裡OK嗎 如果你在地回去觀察應用問題 那請你去把 後面的像跟前面的像畫出來一個去比較 好 這應該OK喔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個利二 範利二這個地回非常經典的答問題 來 你們先自己寫一看 是 欸停啊停啊 停啊悠悠停牙 怎么了 会太快吗 不会不会 还可以哦还可以哦 好那有问题就问 你们需要你们 你们班也上到后面了吗 对我们一字一字二都交完了 哦有点超快的哦 好这个 之后应该会卖下来了 因为这个教育部有跟这个老师 发了这个授课指引 那基本上来说这个 其实这是老师的问题 因为教育部就有说 这个很多老师这个上课上太快 很多学生都会觉得有点吃不消 所以他们的指引 第一个是我不知道他有没有跟着做 第一个是你们那个下课时间 应该放宽成20分钟 老师有这样做吗 还是不管他 没有 没有嘛 这个教育部有建议说放宽成20分钟 然后这进度不要压太快 因为他们有发现这个 真的交太快的这个现象 不过如果你们OK 那就还好 顺带一提哦 如果你们老师交太快有问题 就要赶快问哦 好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个经典範理二 他说在等比数列中 A1等于1 A4等于2-5 他有一个关联性 A1加2等于A1加1加1 3相之间的关系也有给你 那我们说啊 我们要求他的公比是多少 我们要求他的公比是多少 这怎么算啊 第一个哦 很多人都会这个做了一个很不好的写法 这样的 他一开始就看就非常的猴急 等比嘛 A4跟A1是差了三项 所以很明显的A4等于A1乘以R的三次方 所以啊 哇哦 2-5 就等于1乘以R的三方 所以呢 R的三方 就等于2-5 开三次方根 你或许没有错 但你接下来就算不出来 因为开三方我们根本没有学过 所以我们这个题目如果直接开三方 是不好的 因为我们没办法继续往下做 那怎么样才能继续往下做呢 去观察题目之后 给后项跟前项的关系 你如果要去求公比 你有了第一项 是好歹要把第二项列出来看 所以我们来开始看了 对这题目来说 A4可以写成A3加A2 同样的道理 A3可以写成A2加A1 那我们A4跟A1都是以致的数字 只要去求A2就好了 等号左右边都有A3 所以呢 对于这个题目 1跟2相加 就会得到A4 两边约掉 会等于2倍的A2 加上A1 代数字进去就有A2 A4是几 2-5 所以2-5 -1等于2倍的A2 我们的A2 就等于2分之1-5 快算完咯 你有了A2代表第二项 那同学 你用不法求公比 非常简单 因为这时候呢 我们就知道A2 等于A1乘以公比R 等于1乘上 不是就没了齁 所以2分之1-5 等于1乘以R 等于1乘以R 这就是我们的公比 没有说真的很难 但是你要记得 你因为题目给了中间的第一回式 你应该用到前面的像 把这个太远的像 或太难算的像 怎么样整理出来 到这里OK吗 OK喔 好 同学我26月讲完给你们下课休息一下 我这这再讲个两题 他说啊 这个平面上有N条直线 那最多可以把这个平面分割成AN的部分 如图所示 那这时候呢 我们要去找他的递回式 并且把一般像列出来 好 第一个 第一个 在这种应用问题怎么导的递回式 列出来像 这来观察之后像 VS什么 前向的关系 去多注意就好 那我们来看喔 第一个A1 第一个A1 一刀把平面分成两块 那第二刀A2呢 原本有两块 这里多一个点 一个点被分成两个区 所以2加2等于4 A2等于A1加2 你会发现 你如果多列一些后像跟前向的关系 这时候递回就很快 再来我们来看A3 A3原本有四个图 A2原本有 现在有四块区 A3多余化下去 跟前面所有线都有焦点 所以有两个焦点 这时候多三个区 所以A3 就等于A2加3 再来 如果我们再多的话 原本有七个平面 12 3 4 5 7 最后A4再多画一画下来 跟前面三个有焦点 三条线有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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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生成了四个区 所以啊 A4就可以写成A3再加4 所以写到这以后 我们就很清楚了 第一回4就很好写 首先A1等于2 再来后项 再来后项 会等于前项 再加N 你看这里4对4 3对3 所以这样是OK的 好 到这边 稍微的休息 你们稍微看一下 有没有问题 你要记得 在这一题目解题的灵魂关键 就是去观察后项跟前项 的观星 多看几项 规律就会浮现 好 那他一般相会被求 一般相就可以用雷加法去算 那你们就自己加吧 好 这个力武 是一个非常经典的问题 我们叫它核内塔问题 他是由两个法国数学家 在书写时创造的题目 那我们等一下讲完这个以后 我们就下课休息一下 印度有一间寺庙 有ABC三根柱子 A柱有N个圆盘 由大而小堆叠 这时候我们要把A柱上的圆盘 离到另一柱上 每次移动一个 而且 大盘不可以放在小盘上 要问这个 必须要移动AN次 我们要求到 像的关系是什么 嗯 这题没有很难 那你先去想 像这样一个问题 老实说 原题是有六十四个盘子 那这个在故事的原本是说 如果六十四个盘子 从一根塔移到另一个塔的话 那移完的时候 这个世界就会毁灭 获得新生 这个施婆神 印度的其中一个主神 就下来用火去把世界烧尽 再创造一个新的世界出来 那我们等一下会知道 这个数字几乎不可能达成的 这也不用担心 好 来 那我们来开始环地毁 好 这里有三根柱子 哦 这个封柱岩柱跟秀柱啊 好 A跟B跟C 如果只有一个盘子 嗯 只有一个盘子 它从A移动到C 需要几步 一个盘子当然一步 可以吗 那如果两个盘子呢 这两个盘子里面 你会发现 你如果要移动最下面那一个 你必须先把上面移开 一步 接下来移动我们的底盘 等一下 这底盘有点难动 移动一根的话移动底盘 最后再把它盖上去 像这样子 可以吗 就你从这边就会发现 A2 等于A1加1加A1 你要先把前面的所有的盘子 都拿走 最后底盘放上去 再把我们的这个 盘子放回去 像这样子 那如果A3呢 那如果A3呢 给你3块呢 你给你3块也是一样的 你是不是应该要先把前两块 blush掉 再移动我们的底盘 再把这A2怎么样 搬回来 可以哈 所以从这边我们很清楚可以看到 A3等于A2加1加A2 可以吗 依此类推 就可以得到我们的结果了 A2应该是3 A3应该是7 好 第一小题写出来了 第二小题 我们要去写 这个递回关系式 那很明显这也蛮简单的 首先 A1 1个的时候只有移动一步 接下来 AN 怎么写地回关系 等于2倍的AN-1 再加N-1 嗯 怎么写 AN怎么写 我再写一次 这个第二小题 AN的递回关系是 递回关系是 对于N个盘子来说 同学 你去想像 假设这里代表摆满了N个盘子 你如果要把它移开 首先 你是要先把上面的前N-1 移走 前N-1移走 叫AN-1 一种方法 接下来你要移动底盘 移完底盘以后 再把N-1个盖上去 所以这个问题的流程就很明确 AN-1 再加1 最后再加上AN-1 这是他递回的写法 所以呢 从这边就整理一下 AN可以写成 两倍的AN-1 再加1 好 这样OK 第三小题问A5是多少 根据核内塔 我们知道A1等于1 A2等于3 A3等于7 E此类退 对不对 那你会发现这些数字都有个特征 就是2的N-1 所以我们这边可以猜 AN等于2的N-1 那就可以算 所以这时候A5等于 就要31 好 同学大概就这样子 那我们等一下休息一下 这应用题你们再稍微看一次 看一看的话 我们等一下休息再往下讲 希望今天的进度可以 顺利的感超过你们的东西 好 到这OK吗 我们休息个10分钟 我们休息个10分钟 你 分享 我们一下你们老师有善这个吗 很好 那一台有甲吗 没有 好 没有 那你还在 你等一下上个再讲 要再听一次吗 这个OK吗 OK 你确定吗 你确定 OK 好 那有问题就再问 OK OK 我会拿给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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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 你 谢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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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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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栋梁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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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栋梁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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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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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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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栋梁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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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栋梁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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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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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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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栋梁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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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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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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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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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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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C 感谢观看 而且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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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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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